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5 年前 第一辆国产车 Proton Saga 就面世了 然后就这样 马来西亚人民就配 所以今天没有错 在我们旁边的就是这个 Proton Saga 35 周年的纪念版 它全马来西亚是限量1100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 限量的 Proton Saga 跟普通版的有什么差别 这个 Saga 35 周年限量版呢 其实就是居于 Saga Premium 打造 所以在规格上面啊 这个限量版和 Saga Premium 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在外观上面和一些配备上面的差异 首先呢 就是这个车身的颜色 在之前车身黑色呢 只有在这个政府专用车 也就是军车上面才看得到 现在我们也买到黑色的 Saga 了 再来就是这个原本镀铬的地方 也就是 Chrome 喷成了黄色 看起来比较有运动氛围 还有这个空力套件 这个空力套件呢 其实是必须选配的 它的价格是 2000 多令吉 如果今天你是要买别的颜色的 Saga 又或者是你是 Saga 小改款的车主 你要安装这个空力套件 其实也是可以的 除了支付这个 2000 多块之外呢 你还要多付 300 令吉的安装费用 可是你买到的这个空力套件啊 还是黑色的 所以如果你的 Saga 是白色 安装这个空力套件其实还蛮好看啊 如果不是黑色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奇怪的 再来我们看它的车侧 这个 Door Visor 这个 Size Skirt 其实也是在选配的套件里面的 所以这个都是要另外复权的 我们在普通版本的 Saga 限量版 拿到的就是这个黄色的 Simele 还有这个消光的轮圈的 普通的 Saga Premium 它的轮圈其实是有点 Chrome 的 就是比较散散发亮的 可是这个消光的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 还蛮有运动感一下的 车尾方面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改进啊 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原本 Chrome 的地方变成了黄色 另外呢 同样的 这里是没有这个电磁发开启的 你要开启这个尾箱 除了去全面拉那个把手之外 就是依靠锁石 有点久 但是打开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空间 另外呢 像是这些 这个电板 其实也是在这个选配的套件里面啊 所以你买没有选配这些套件的 Saga 限量版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在内装方面 其实它就是一辆 Saga 的 Premium 它没有皮革座椅 然后它没有这些皮革包覆的方向盘等等 但是细节上面还是有一点差别 例如呢 这个冷气出风口呢 它采用了这个 Piano Black 还有黄色的点缀 然后在这个触屏组的边框 然后下方的冷气出风口等等 我们就可以看到 Piano Black 还有这个黄色的点缀呢 最特别的地方啊 在意它的仪表 它的酸黄式仪表呢 其实也是由这个黄色的圈圈啊 做点缀 这个是普通的 Saga 买不到的 但是喜不喜欢就看你个人 不过我还是必须吐槽一下啦 这个 Power Window 依然没有 Auto Up 还有 Auto 到 同样的这个尾部的设计啊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不同之处 它只是有这个后面的两个 USB 可以让你的后座乘客充电手机 另外呢同样的 它也是支援这个椅背倾倒 但是不是 64 而是整片倒屏 但是你要载一个比较大的物品啊 其实这个的后座空间表现还是可以的 打开了引擎盖之后 你可以看到上方有个很特别的东西 引擎的隔音还有这个防热棉 它可以让你的车辆更安静 这个是普通的 Saga 没有的 可是这个也是 Optional 选配的配套 也就是在那 2000 多块里面的 然后剩下的这个引擎的细节啊 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这个 Saga 的试驾影片 可以顶及上方的小白点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 Saga 35 周年 纪念版的新车介绍 旁边呢我们会列出这个 选配套件的价钱 还有选配套件的列表 你自己去拿捏 是不是值得花 2000 多块钱去选配这些套件 其实这个 Saga 35 周年纪念版呢 它的价格跟普通版的 Saga Premium 一样 是一件非常有诚意的事情啦 只是值不值得就看你个人拿捏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 可以拿到这个平常买不到的黑色 其实还蛮划算一下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